大家好,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一 首先,我們會進來北水,資金流向的情況 7月19日,北水是多了一點的 比這麼多日之後,多了一點 7月16日又會互相 所以北水又再上來,大市成交又高了一點 看看,16日有61億,然後有61億 看看今天情況如何 資金流方面,大致上多一點 約過了1000億的成交額 細心留意一下,有少許北水一上 好像是指數再上升,這對港股應該是有利好的 再歧視這幾天流入,還有融負基金,這些企業 騰訊,中熱動和建行 流出的,石油股方面開始受到壓力 電力股也有壓力 還有這個交易所 你看看 在這裏的時候,這麼多的板塊 今天是有些上升的 所以升的板塊 入幕少於一半 我覺得已經好 看看右邊的板塊最多 第一升最多是綜合企業煤炭 回來了 電子燒藍產品繼續好 因爲開始熱,很多東西都可以賣得多 煤體也好 運輸就開始回來了 這個又是再看看 中和企業方面都是一些 很細小的東西 除了太古比較大一點之外 其他都是 對大市影響不太大的 然後煤炭 煤炭方面就是 小矮的那些會升得多一點 大隻的那些 繼續會升 煤炭煤對澳大利亞方面 全世界煤炭的水果量 其實是應該會慢慢回升的 首先要留意一下 就如電子燒藍產品 這些是海信家電等等 升得比較多 斯摩爾國際就是煤炭的那些東西 其他這些就知道了 媒體 媒體就是有 這些都是很細小的 有些這些不要說 這些都不知道搞什麼鬼 我不知道搞什麼鬼 慢慢跟隨它都要 好 還有運輸 運輸都是這個 基本上都是 船務 還有一些 筷帝等等 都有 可以有上升 版塊方面 大牛龜全部都是有上升 那就是 《信羽光學》 今天有些回吐 小美集團也有上升 其實 中國移動有些回吐 因為當好得大使好好時 在中國移動就會 差一點點 當這些不好的話 中國移動就好一點點 因為最近拍任何中國移動 要避難暫時 看看 大使的表現 大使表現 在這個保利加通道底 有些支持 似乎 然後湧上去 首先一般無論如何 星村的保利加通道 中逐才可以再搞 這大約是178左右的範圍 不是星波178 再有其他 不星波178 繼續要向下 認真心說 今天有什麼可以考慮一下 今天有一個可以考慮 就是李文造子